《新闻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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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任后 手上国情咨文 美国总统拜登就对普丁喊话 绝不退让 不只公开力挺乌克兰 拜登演说前也亲自和 泽伦斯基热线 一讲就是三十分钟 推文中表明会持续给予乌克兰 安全协助和人道援助 拜登抛出的照片还能看到 特地打上乌克兰国旗黄蓝配色的领带 表达支持 演说中还不忘介绍 坐在美国第一夫人旁边的 乌克兰驻美国大使 光是口头力挺还不够 拜登加码对普丁制裁 宣布美国将加入盟友行列 对俄罗斯所有航班 关闭美国领空 乌克兰总统也在第一时间 作出回应 就在不久前 欧洲议会也通过决议 支持欧盟授予乌克兰候选国地位 如今西方老大哥出面喊话 美俄对峙 势必更加壁垒分明 三里请我们上转发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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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